你说能比不能比 当然能比 谁和谁都可以比 那么李克冉和黄昼能不能比 当然也可以比 因为他们都是画家 那么这里边他背后有一个 什么呢 就是李克冉先生可以说是 完整的受过专业训练的 是院校科班出身的 那么黄昼呢 他不属于这个 完整的科班这样一个训练的 而且黄昼呢 最主要的他还是靠自学 你比如说他自己开创的 直接进入写生 通过速写来创作绘画作品 这是他自己开的一个路子 这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前人里边 没有这样一个路子 所有的画家都是先学古人 然后再去写生 然后再去搞创作 像现代派的绘画大师 像林峰眠走的这个路 那么李克冉 徐悲鸿 这个齐白士 走的都是这个路 只有黄昼先生走的路 比较特例 昨天我发这个视频里边 我还说过这个事 我说徐悲鸿啊 提倡直接面对生活 进行写生 就可以创作绘画作品了 他提出这样一个理想 但是呢 他的弟子里边并没有这样的人 在他不认识黄昼的情况下 黄昼却忠实的 完整的 准确的 努力的实现了 徐悲鸿先生的这样一个理想 事实上 徐悲鸿这个理论 说这个画的时候 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缺陷的 你比如说 任何一个人 当他进入写生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定的这样一些基础 你不论是画油画的 还是画中国画的 都要有基础 油画还有他自己的色彩 透视 等等方面的 严密的这样一个科学的训练 那我们中国画呢 他也有自己严密的 这样一些线条啊 结构啊 用笔上面的这样一些训练 对吧 你没有这样一个基础 你直接去写生 这个你也是办不到的 所以我们说 不管你的这个基础 是多是少 那么直接的进入写生 应该说 不是从零开始 而是应该有一定的基础 不过黄昼先生 恰恰不一样的是 他并没有这样比较好的基础 他就开始写生了 所以这是黄昼 走过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路子 那么李克兰先生 他也是从临摹开始 从学校里边受到西画的严格的训练 然后再从西画的这个路子里边 逐步的和中国画高度的去结合 融合 然后走出了自己的路子 那么在李克兰的画里边 我们可以说还是看不到这个西画的那种素描 这样的一种影响的 那么李克兰的绘画 意境美 笔墨美 都体现出了中国画的气派和中国画的精神 这一点呢 黄昼的绘画里边也是这样体现的 那我们说黄昼先生跟李克兰 还有一个不可比的是什么呢 黄昼先生最主要的 他是人物画家 那么李克兰先生最主要的是山水画家 这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也曾经多次提出过 李克兰先生和傅宝石先生 是我们中国画 中国人物画里边文人画的代表 他们两个人代表着 现代人物画的一个新局面 但这种传统的文人画 跟我们的写实主义的绘画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路子 那么黄昼先生走的这个路子呢 他也是一个许讲体系的路子 就是说他的画愿意接受一些西方的绘画原理 同时呢 跟中国画完美的去结合起来 很有意思的是 应该说黄昼先生是比李克兰 更早的把中国画跟西画的一些东西 能够完美的结合出来 创造出来具有新鲜生活特色的 新的中国画这么一位绘画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从实践上来讲 应该说黄昼先生 尽管年龄比李克兰要小一点 但是呢 他成功的更早 因为他在五十年代就已经 显露出了他成熟的人物画的特色了 所以这一点呢 他们两个人是有可比性的 但是不可比的是什么呢 就是李克兰由于他是一个科班出身 他对中国画的四大指标 就是我们经常讲诗书画印 可能钻研的更多一点 所以他在这个传统的文人画的这个路子上 他就敢于走下去 他画出了很多精彩的 具有现代文人画特色的和传统 中国画艺术精神的这样一批人物画 我觉得画得非常好 我们学习现代传统人物画的这个文人画 应该像李克兰先生和傅宝石先生他们学习 那么就是黄昼先生他的人物画呢 他也是在努力的追求现代新生活的文人画的这样一个路子 所以他画的很多的小品 你看他都富有新时代的这样一个特色 那么就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黄昼先生给现代人物画 他树立了一个样板和范例 为什么说是样板和范例的 因为他画的那些小品也好 还是主题性的大作也好 他都是把完美的现实生活 跟高度的优秀的中国画艺术特色的传统结合得非常好 在这一点上 他跟李克兰的人物画是一致的 同时呢 我觉得黄昼先生画的那些小品画 比他的人物大制作的主题性的作品 我觉得要画得更好 为什么更好呢 这不是一个难度问题 黄昼先生在处理大场面 大场景的这些绘画作品里边 他也处理得非常好 因为他来自于生活 他对生活非常的了解 他画的大量的速写 每一个人物画 不管是多少人 在他的心中都是非常的鲜活的 对他来说他就游刃有余 不像我们有的人画的速写少 画的写生少 那么你画的时候是捉襟见肘 那些动态 那些表情 那些人物场景里边 那些人物之间的关系 他处理的就没有那么游刃有余 但是黄昼就不一样 他处理的非常好 但是呢 黄昼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他由于没有严格的去训练过 这个人体解剖啊 透视这些东西 所以你看他的有些 这些方面就不太能跟上 反而他的小品 由于他画的速写多 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这样呢 他在处理题材的时候 他处理得非常的精彩 给人感觉一个个的画 都是栩栩如生的 那种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 那么就这一点来说呢 他又比李克冉的人物画 画的是古典的精神 更有现代生活感 所以这是他们两个人 走的不同的路子 那么从艺术上来讲 李克冉也好 这个黄昼也好 他都是具有高度创新的 这么一位绘画大师 你比如说黄昼先生 创造的画驴 他的水墨画驴 这是被我们现代人 交口称赞的一种奇迹 是不是 那么李克冉先生呢 他也在画牛方面很有成就 他的山随也是被人们 交口称赞的 所以他们都有高度的创新 我觉得李克冉也好 黄昼也好 他们都是我们当代 当之无愧的大师 那么到底是哪个画家 更厉害 我觉得就从绘画艺术上来讲 他们两个人的成就 是不封高下的 只不过从美术结构 或者从文化结构上来看 黄昼先生在诗书画印方面 他只有绘画是读书一致的 这样一个指标度战凹头 剩下的书法 诗词 印章 这些他都不如李克冉 李克冉虽然自己不致印 但是他对于用印是非常重视的 不但给自己刻了很多的 有名的印 比如说废话三千 诗牛堂 都是很有寓意的 但是呢 就是黄昼先生呢 知道他自己学历不足 他心向网之 对这个文学家 对诗人 都是非常纯净的 有一次就是他在主持 中国化验的会议的时候 就说过 他说我们一定要对这些老先生 就是善于写诗词的赵普出啊 启公先生 我们一定要尊重他们 因为他们在诗词方面比我们强多了 我们大家都要学习 这个精神呢 我觉得非常好 当代的很多的画家 什么导师啊 好像在这方面谈的就比较少 我觉得黄昼先生那种虚怀弱骨的精神啊 也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好 今天就这个话题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觉得黄昼和李克人先生 他们不相上下 如果有一点区别 就是李克人先生 更注重精致的创作 黄昼先生呢 他更注重于那种天真烂漫的 自由的创作 所以黄昼先生的作品里边 有不少的粗糙之作啊 这个在李克人的作品里边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好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给我们提出建议和批评 谢谢 谢谢